中華民國基於維護國家的尊嚴 即日起終止與諾魯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我國太平洋友邦諾魯十五號吳玉錦 宣布以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 和一中原則等理由 跟中華民國斷交轉向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時間點來得很突然 我們這裡是十一點四十五分 我接到的訊息是這樣 已經挽回不來 他已經不見我們的大使 表示他已經心意已定 諾魯總統宣布與我斷交 但前一天 諾魯官方還發賀電 祝賀賴清德當選 外交部透露在中國雜情挖腳下 諾魯獅子大開口 向我國索取巨額的經濟援助 並就臺灣及中國提供的援助方案 進行比價 金額是遠遠超過 我們一般對邦交國所能提出的 諾魯在2002年曾經因為中國用錢挖腳與我斷交 之後中國沒有信守承諾 2005年又與我復交 現在諾魯再度成為外交渣男 在全球祝福臺灣順利完成大選的此刻 北京當局進行這樣的外交打壓 是對民主價值的報復 更是對國際穩定秩序的公然挑戰 總統府發布聲明 對諾魯決定深感遺憾 國民黨則是譴責中國行動 無助於兩岸對話 但也要求賴清德 儘速凍結台獨黨綱 這個對於未來我們的外交的處境 還有外交的前景其實是令人堪用 也許諾魯的政客 可以得到某些好處 但諾魯的人民也許該打電話 問問洪都拉斯的蝦農 中共承諾的事情常常是跳票 而且無法兌現 諾魯是蔡政府任內斷交的第十國 目前邦交國為十二國 中國拿諾魯當警告 我國則拒絕再玩金錢外交